这一刻 你要好好看看你眼前的这个人 他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的身体里也没有流着他的血液 他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他嫁给你爸的时候 你不到一岁 他当年只有二十岁 二十岁的他 自从嫁给你的父亲 他做了数不清的辛苦工作 他忍受着无碍的婚姻 忍受着经济的困苦 他本可以离开这个家 抛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你 可是 他却担心 你跟着你父亲会过得更不幸 可他却又没有能力一个人抚养你 最后他选择了妥协 他再次留下来了 或许你觉得你的生活很辛苦 你觉得你活得很累 但你知道吗 每当你妈妈打开电视 看到你 哪怕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广告 他都会激动地流泪 下边我为运动代言 你还记得那二十万块钱吗 喂 夏天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打了我我就会放过你吗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二十万块钱 我可以考虑 不跟你计较 另一个 到我这儿来 给我跪下 求我 夏天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他更爱你 他希望你嫁一个有钱人 是不希望你重复他的老路 他不希望你在这个圈子受到那么多委屈 他希望你可以衣食丰足 他也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 理解他了 对吗 妈 妈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 是我以前不够理解你 我爸成为你的雷震 妈妈把连累你 妈 我一直以为你不爱我 我一直以为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母爱 我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 你为我受了这么多委屈 生了这么多苦 夏天 快去 以后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 更不会受苦 我给您安排好的病房 请了最全文的医生 亲自给您做手术 一定会让您好起来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又我在 别担心啊 我 看到夏天跟她妈妈冰释前前 感觉整个世界的温暖 你真的很容易受到感动啊 你不感动吗 安寧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明白 什么是爱 我 我 谁啊 我妈 我妈 看错了 走了吗 没呢 走了 还好 这要是被蔡花女士看到 那就不得了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妈难道现在 还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还没想好 怎么开口跟她说呢 我妈呀 她虽然嘴上很着急我结婚 但她心里挑剔得很 我啊 我可是龙浩谦 和你交往的男人 不是那种每天陪你挤地铁的男人 我可是 她对精神层面要求更够 总之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说呢 精神层面 你知道我哪个大学毕业的吗 我从小读过的书 是你从小读过书的几十倍 我精神层面可是很高的 总之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 那除了我妈还有我姥爷啊 你想 当年我爸可是我姥爷 最得意的大弟子 那他当初娶我妈的时候 还是过五官斩六将的 他那么优秀了还得这样 那更何况是 好啦 你也优秀 你也优秀 好了吗 小心眼 我小心眼 那你大晚上的不回去睡觉 跟一个小心眼的男人 在这浪费什么时间 这 这 不用你提醒我也正要走 要走喽 嗯 这 晚安 走 就这次了 好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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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